二砍碼頭像魚聚集 海中形成千魚龍捲風 夜色中突然鏡頭開始震動 而就在十七號的地震當下 院方傳來一陣強光 瞬間化亮夜空被監視器捕捉 倒著奇景 大群像魚夜間在碼頭群聚 隨著他們四處游動 在水下閃出銀白色的光 十七號十八號 台東連續兩個大規模地震 不只出現地震光 澎湖也有奇怪現象 上千隻象魚聚集成一大團 不斷的順時中游動 在海中形成一個漁漩渦 讓夜雕的民眾忍不住 拿起手機記錄下這一幕 其實早在八月就曾有象魚 聚集在澎湖河界碼頭 被民眾記錄下來 同樣是在深夜裡 上萬條象魚群體游動 隊形不斷變化 本該是白天活動的象魚 卻頻頻在夜間出現 專家認為很有可能是 與漁港或漁船燈光及聲音的干擾有關 但其他現象出現後不久 就碰巧遇上大地震 也讓人聯想是不是大自然的提醒 我有跟朋友說 釣客們也說地震後確實在海上發現特別多象魚 但以往從未這樣 是否動物們也能有所感應 沒有答案 而這上千尾魚球群聚打轉的奇景 在19日晚間又出現在二砍魚槓 旁邊還有數百尾大烏魚 是否又是地震來襲警訊 再度引發外界聯想 華視新聞 陳麗蓉 陳文堂 陳能正 澎湖報導 嗨 我是莊宇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潔一起看新聞吧